向左蜜月期飙车冷战,郭碧婷是好悲剧 爸爸的话透露郭碧婷的心酸 夫妻结伴旅行是很容易产生矛盾 但如果是在婚后蜜月期,男生通常都会包容妻子 但郭碧婷和向左却在蜜月期难得发生冷战 郭碧婷甚至一度被吓哭和气哭 到了民宿,向左依然冷战 不说话不回应,郭碧婷是好悲剧 先是帮忙提行力后是主动给向左倒水 向左都没有给予回应 向左事后解释是因为婚礼的事情比较心烦 也没有告诉郭碧婷 虽然不想发脾气但也控制不了 但向左婚后便连太快让人质疑 即便是再不开心也应该给郭碧婷台接下 毕竟是在录制节目 如果生活里是不是脾气更大 向左蜜月期飙车冷战 郭碧婷是好悲剧 从飙车被吓哭到悲剧后伤心默默流泪 爸爸都看在眼里 而爸爸的话也透露郭碧婷的心酸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